那個中立,等一下要怎麼稱呼你比較方便 中華朋友大家都怎麼叫你 Jane Jane,就直接叫你Jane這樣 你也自己做電台,非台之一 對,可是它是一個網路媒體 算網路媒體就對了 我看到你們好像都會提供新聞給菲律賓的朋友 目前是我自己就是寫那個文章啊 然後就寫新聞 不過最近有一個廣播要跟我合作 真的,是哪一家? RTI,RTI的廣播 對,然後他們要我就是寫菲律賓文章 然後提供就是我們台灣的好好意啊 然後因為我反正都在做那個文化交流 對,對,對 所以你是要提供以沙漏為主還是英語 嗯,菲律賓文 就是菲律賓語 嗯,菲律賓語,對 對,所以提供是菲律賓語的部分 他們目前的新的,嗯,就是 他們做很多種語言的方式 對 所以他們看看再跟我聯絡 OK,OK 好啊,那很棒啊 因為其實央廣,中央廣播間 都一直都有 多語言的這種 所以第一次,他們應該是第一次使用菲律賓語 好像是 而且,菲律賓文章還沒有發出 目前我看到在網路上 呃,是米安馬 米安馬,可能是柬埔寨吧 米安馬是緬甸 啊,緬甸,喔,不好意思 緬甸,然後還有台語,越南文 嗯,我不清楚,還有其他 好像只有三個國家 目前 印尼,印尼應該有了 印尼應該有,對 對啊 我剛剛也在訪問另外一位 我剛剛其實在另外以前訪問那個 印尼的那個,那個新一名店 真的喔 對對對 她是從印尼老婆 會不會我認識呢 鄭尤立 你也聽過你 啊,姐姐尤立 但是是 但是我 交代姐姐 我們一直 對,我們 但是沒人顧問 我們2017年 2016年吧 我們有一區在網路 也是網路的 嗯,節目 然後我們一起去訪問 她也很棒的姐姐 嗯,認識她 嗯,認識她 對,她在苗栗 對,苗栗 她是不是VIP的主辦人 是苗栗 我認識她 對,我認識她 我們剛剛就在介紹她 然後介紹她的那個咖啡店 那個,小蛙店的店 啊,對,她有剛好 哦,好像去年在甄莉那個 曾庭 對,對 她也有提到她 哇,太好了 哇,太好了 對,對,對 所以,今天 現在這個時間 改來介紹 對 菲台之音 對 菲台之音 可以算是一個NPO嗎 可以,可以 可以 她可以說NGO 也是可以說 一個自由的媒體 網路媒體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 我以前也在NPO工作 嗯 對,我以前是那個 MST International 哦,真的 我其實之前 蠻常去菲律賓 哦,真的 在哪裡的菲律賓呢 主持人 我都是去開會 哦,真的 很可惜 你去15 我是中15來的 你是中15來的 呀,15,你也認識15 對,對 對,對 對,很好玩哦 哦,OK 因為我每次去都是去開會 嗯,我知道 然後就很可惜 很可惜 沒有太多機會 可以多認識更多的菲律賓 朋友,對 對,但是很多菲律賓朋友 都是在NPO工作 我認識很多在NPO工作 哦,對,對 是的,很多菲律賓都喜歡 然後做那個NGO的 對,他們真的 真的是AXX 真的非常的厲害 真的哦 對,我真的覺得菲律賓的AXX 真的很強 哈哈哈哈 很會抗議 哈哈哈哈 希望不會亂抗議啦 哈哈哈哈 不會亂抗議 但是我覺得很強 哈哈哈哈 然後他說他 我主要跟那個 柯律賓的一個品質 叫UC RUSY RUSY 有些聯合 嗯 對,對 蠻特別的經驗 可是後來也是跟你一樣在裡面 哦 好棒 好棒哦 好棒哦 其實因為我2007年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覺得一定是很多菲律賓人跟我一樣喜歡也是認識到菲律賓 你這樣有什麼問題啊 就可以訪問或者可以疑問啦 所以就是這樣開始 然後到現在就不斷的編情 一直不斷的編情 嗯 那我們待會節目啊 我們節目的部分 我們會跟三段談論 OK 那一段大概就是15分鐘 你可以多講一下 好啊 好啊 那我中間時間到了 好啊 我們就來開始 好不好 好 可以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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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全天啊 播到連播放 FM99.1大簽電台 播出新溝通 我是總理 今天我們播出新溝通 齁 一樣要來跟大家聊聊這個落腳在台灣的新移民的故事了齁 今天要介紹哪一位新移民的朋友給大家認識呢 其實我們知道說在台灣我們也介紹過從越南來的朋友從印尼來的朋友今天我們要來介紹從菲律賓來的朋友齁 其實如果談到菲律賓的新移民我們今天的來賓幾乎在台灣的菲律賓的這個同胞們應該是大家都認識這個人 好 為什麼 因為他創辦的這個NGO叫做飛台之音真的是很多在台灣的菲律賓朋友在尋求協助的時候非常著名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飛台之音的創辦人齁 黃齊妮來到我們節目跟他聊聊跟大家聊聊他在台灣的一些生活 歡迎齊妮 謝謝主持人總理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黃齊妮 來自菲律賓 齊妮我們如果用菲律賓話的話要跟大家問好的話怎麼 怎麼要say hello呢 啊 我們大家要說 是Tagalo嗎 Tagalo 然後因為我是從書物來的我們也是用como está como está 這就是問好的意思 對 而且那個有很有趣的意思 因為como está是從西班牙文來的 是 como está como está como está 所以就是有一些相連的很相近的音這樣子 是的 所以有很多菲律賓的語言真的是有很多從西班牙來的 是 所以就是一樣會參考 como está como está 參考過去這個西班牙知名世紀的語言 是的 但是菲律賓自己的語言 其實這個菲律賓語我們知道說是叫南島語系 跟台灣很多的原住民語言其實也有相似的地方 對 而且高雄的 原住民的語言 聽說他們也會講菲律賓文的Tagalo 對 很多很像 所以很有趣了 是 因為其實如果以整個這個南島語系來講 在台灣的原住民然後加上菲律賓 然後甚至印尼很多人的這個不同的語言其實都有一部分都相同 據我所知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學童我們 我相信台灣也有那個學童就是馬來的 對 馬來的學童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一樣的 對 所以像這個從這個印尼我們叫巴哈薩 是的 然後那個要講Salamat 菲律賓文要講Salamat 然後英語文要講Salamat 對 對 所以這個語言上真的是台灣跟整個東南亞有非常多的共同性 對啊 不過今天特別邀請到其實你是來自於菲律賓的宿務對不對 是 你來到台灣已經幾年了 可以算快 再過來14年了 14年非常久 有一點 2007年來 2007年來的 那在這個你還沒來到台灣之前 可以跟我們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其實你自己在菲律賓的生活是怎麼樣 你在菲律賓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或者過著怎麼樣的生活 好呢 我是一個老師 我真的是一個專業老師 然後我是BSS 因為在菲律賓我們有清楚的分 其實那個也很有趣我想分享給台灣的朋友們 因為在菲律賓有小學的老師 然後也有一定要有high school的老師 那我呢 我就我就學high school的老師 是中學的老師 是的 然後菲律賓你不能不能教老師 如果你沒有過那個licensure exam 一定要過那個 執照的考試 真的 然後大家又很怕要有high school 因為high school的考試比較難 所以你那時候是通過的這個high school的考試 去文化啊 嗯 別的國家的那樣子啊 人啊 真的 那個是我很喜歡的 這有這個菲律賓 那個也是有印象 然後我的書 我覺得真的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真的大家要去 它很像台灣 它有high 它有神 它有很多 所以很多台灣朋友去過書 真的會很開心 對 不過我沒有馬上 啊 教在我們的菲律賓的 的 學生 啊 這個怎麼說 school 小學 學校 學校 我沒有馬上上在我們的菲律賓的學校 我就試試看在菲律賓的教英文的這些學校 然後我就從那邊開始當英文老師 然後就變成我們的韓生校長 然後那時候我們有三個 三個 學校 英文學校 然後我們的學生很多都是從韓國來的 然後一點點從越南 然後一點點在日本 嗯 沒有台灣來的嗎 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 對 所以你其實在菲律賓本身就是一個專業的英語老師 是 對 那後來為什麼會想來到台灣發展 就是因為有 啊 就是我 愛我的 學生 對 因為結婚的關係 對 結婚的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結婚的原因真的很奇妙 嗯 因為我的學生韓國來的他一直想我去韓國教英文 是 然後我 我的那個就是雷友 我的先生 他說如果你可以去韓國教英文呢 你為什麼不要來台灣教英文呢 是 嗯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我就在網路上試試看 嗯 然後 欸原來真的很多這邊學校 所以我來這邊了以後也馬上就教教師了 是齁 嗯 嗯 OK 對 因為台灣學習英文的我們講補習班也蠻多的 是 然後學校也很重視英文要學習 然後我的我的身份也很特別 因為我第一次加入一個很有名的這邊的英文的學校 學校 嗯 就是叫Giraffe 嗯 嗯 然後他們第一次有菲律賓的老師 他們也很很歡迎我 因為他們覺得真的講英文他們真的很滿意 學生也很滿意 是 對 所以這樣這個 嗯 教英文從菲律賓一直一路教到台灣來 是 因為我的 很不容易 因為在菲律賓我的家人就是我的背後都是老師 我的家 我的姐姐是小學老師 我的阿姨們是老師 朋友 很多都是老師 是 嗯 那這樣子像你在 呃你的生活周遭都是老師 在菲律賓 那可是其實你還沒來台灣之前 跟你來到台灣之後 就是你來台灣之前的對台灣之前有來過嗎 嗯 一樣有 可是我的朋友 他也是來也有很多人是來過這邊來工作 那時候你準備要來台灣的時候 你對台灣有什麼印象 我印象真的是台灣一個很好的國家 嗯 可是還不認識人 還不認識人 我知道台灣就是很多大的那個工廠 是 然後那個大工廠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工作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很進步 因為有很多高科技的產業 高科技的產業 嗯 可是背後我只有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有知道那樣的印象而已 對 但是對於台灣的印象算是蠻少的就對了 嗯 對對對 不過所以真正的台灣印象還是要來到這裡之後 才從 開始慢慢建立對整個台灣的這個 我們講說一個picture 比較完整 真的 你說的對 然後來到以後我就覺得 發現台灣一個 我第一個其實不是只有我 每一次我的家人還有朋友來這裡 因為有很多朋友來這邊玩 是 嗯 他們發現台灣他們想不到是這麼小 想不到這麼小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其實還沒有來的時候 我也覺得怎麼台灣那麼小啊 然後在菲律賓上面 可是來了以後覺得怎麼感覺真的很大 比菲律賓大很多 因為 真的嗎 真的 真的這樣感覺我很多我的家人來過很多了 然後朋友有來很多了 而且我的朋友他們不是只有從菲律賓來 他們有去過很多很多國家了 是 他們還是覺得台灣很有趣 因為怎麼那麼小的地方還可以變成一個公園 然後很多橋啊 很多真的很多 他們覺得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而且其實台灣的這個 其實台灣的這個大自然也是很豐富 就是說你如果在台灣 你又可以看到山 又馬上一個小時 只能又可以看到海 這個不是跟你誇張的說 我的朋友 他是在新加坡工作很久了 他是一個banker 然後他來台灣 沒有多久 2018年來這邊 然後那個是他的兒子來 他第一次來是2017 喜歡就回來 2018 然後他就馬上可以爬山了 馬上可以爬山 然後馬上就跟台灣人一起爬山 很厲害 但覺得很安全 真的 是 對 所以其實當然我們知道說台灣的好 不只台灣人要知道 很多其實來到台灣的外國朋友 他們也都可以感受到台灣的美好的地方 真的 那其實這個 這個我們是談好的一面 不過其實在每個地方 我覺得不是不只台灣 每個國家有好的地方 當然也會有一些缺點 對 那這個說到缺點的話 其實不外乎 其實我覺得是來自於 大概彼此文化上的不熟悉 會帶來一些刻板印象 是的 那所以其實我知道說 請你在你的來到台灣之後 你也去透過像我們剛剛講 你創辦的這個飛台之音 其實就是要打破很多的刻板印象 對不對 你說的真的對 因為第一個就是他們覺得 不可能一個菲律賓人 可以教英文 因為我還沒有來這邊的時候 我雷友有跟我講說 你真的應該是第一個 菲律賓英文老師在台灣 因為我還沒有來的時候 一個學校在台山 他們要我來當英文老師 那就是他們覺得 好像我可以真的可以當 因為我們有訪問在網路上 他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所以我來這邊的時候 就是因為距離的關係 在淡水我就離開 然後換 曾經如梅 梅雨 可是我真的第一次上英文在台山 然後回到淡水 就是我這邊家附近的淡水 就是我這邊家附近的淡水 然後他們真的覺得 沒有菲律賓不可能可以講很完美的英文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在155已經很多個英文的學校了 然後很多韓國人的學校 很多韓國學生已經來我們的書 真的很多我們算不完那時候幾個學校了 那個是第一個的課本印象 還有第二個 其實我覺得皮膚色不重要 可是每次他們看到我 他們會覺得為什麼你很白 因為他們覺得菲律賓這邊認識是皮膚黑 曬著比較黑 對 然後還有他們會覺得為什麼你漂亮 他們就會這樣說 其實我現在這樣講 我有一點很尷尬 因為怕大家會誤會我 不過我們在講正面 所以每次我去哪裡有學校 因為我馬上來2007年 我就馬上開始講中文 在這邊的學校 登工 登工學校 所以單純 所以我也會遇到很多英文人 英文人 還有台灣人 他們也在上 然後第一個我嚇到就是 賣菲律賓老婆多少錢 因為他們我們這裡也有買賣的香港 所以說都是用錢 是的 所以每次我都會被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皮膚白 為什麼你漂亮 你怎麼買菲律賓老婆 我就一直想怎麼學習回答 比較會有交易的方式 是 還好我是社會科學科學科 所以我比較不會傷心 我也比較不會 像不對 對台灣人 可是我覺得他們這樣想對別的菲律賓 這邊的危機一定會受不了 因為我的朋友很多帶他們的小孩出去玩一玩 每次會被誤會 你是這邊的朋友嗎 然後那是你在照顧那個小孩嗎 可是那個是他自己的小孩 是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想到 為什麼皮膚白 我就說其實跟台灣很像啊 我們也有很多種的顏色 因為我們也有很多很多套 我們有7100多個套 其他你們都不知道 然後臉的話 應該跟台灣也是有很像啦 有不一樣的感覺 這樣 後來我就學到這樣回答 大家會覺得 真的是這樣 我說對啊 其實我算在菲律賓最皮膚沒有那麼白 有很多更亮的皮膚這樣 對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 起你的經驗裡面 其實來到台灣這塊土地上 他也分享了他的很多經驗 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文化上的差異跟多元性 其實是在每個國家 我們都必須要好好來面對一個功課 我們先休息一段時間 那我們等一下下一段節目馬上回來 之前我本來 我本來有在那種社區大學也有教 真的 你在哪一個大學 我在那個永和社區大學 對 對 然後是教 我那時候是教跟 Criminology有關 Oh cool Criminalology 對 因為我 我算是比較 因為我之前NGO的經驗 我比較放蠻多是 Criminology 還有這個 我們講說 Social legal research 對 我是放Social legal research 對 我是放Social legal research Social science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過程 對 因為你可以當Lawyer 如果你要Pursue political science 真的 很有趣的一個 major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我學的東西對我工作都很有幫助 應該我也是 因為變成媒體 我都有多過很多文化的關係 是啊 就是對我們的個人會很有幫助 在我們在思考方面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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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很懂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好難得今天訪問到 是可以 跟你一樣的 對 跟我一樣的 滿有趣喔 對啊 那我們來 趕快來進行我們第二個 好啊 好啊 好 歡迎到報道聯播幫 FM99.1大簽電台 報道新高雄我是總理 今天這個我們 報道新高雄 為大家來專訪到 我們這個 台灣新移民的故事是誰呢 剛剛前一段節目有介紹到 我們台灣的 這個飛台之音的創辦人 請你來到我們節目 跟我們連線 聊聊他的一些故事這樣子 那其實剛剛提到說你 請你是自討藥報創辦的這個 飛台之音 可以跟聽眾朋友也來介紹一下 飛台之音是什麼樣的一個 其實我們把它定義為NGO 但是它其實也是一個媒體 就是很多從角度來看 那可以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飛台之音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組織 好那應該我先介紹到怎麼開始 對為什麼會有飛台之音 2007年開始我來台灣 我剛剛有跟你介紹 真的是我覺得很多菲律賓也很想找到他們的 跟一樣菲律賓主在台灣 對 然後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方式就是大韓 我把它變成有一點點 就是你跟台灣結婚的一個平台 後來因為我都很喜歡幫忙 因為我是Social Science 所以我都有collect到很多書 就是有學校的關係的東西 衣服啊 然後撿到書物的很不方便的地方 發現越來越多台灣朋友 還有菲律賓朋友在這裡 除了結婚還有一些花椒啊 還有外套啊 他們就很願意幫忙 所以它變成一個Filtide Foundation 可是後來因為我一直上節目 然後新聞很多了 所以把它變成真的是一種媒體啦 因為有很多跟我說 可不可以幫忙分享我的活動 可不可以幫我寫這個 很多我們的菲律賓消息 所以我覺得真的好像我的盡頭 應該就是要focus到媒體 幫忙菲律賓在這裡 他們的東西分享 他們的活動分享 還有菲律賓做好的好東西 就幫忙分享 所以到現在變成一個 菲律賓媒體在台灣 是 所以它是一個 我覺得可以算是一個平台啦 嗯 但是大家可以在 我覺得不管是不是菲律賓人 甚至是台灣人 都可以來透過這個平台 來認識菲律賓也是 是的 因為有很多像要拍廣告啊 要拍電影啊 真的很多種的一個 就是都很歡迎他們都會 他們都會留言給我說 能不能幫忙分享 所以我也很開心的 然後不會那麼好的事情 我的平台也很多菲律賓人 會跟我說問問題 就是怎麼解決他的問題啊 醫工啊 外籍都會幫他們 介紹一下怎麼幫忙他們的問題 是 你最常遇到的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如果以你們接觸到的 就是菲律賓的朋友來問的 最常遇到的什麼問題 好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有一點敏感喔 第一個就是什麼跟他們的先生 或者老婆離婚 哈哈哈哈 婚姻問題 這叫婚姻問題 對婚姻問題 然後之外就是外老移工的問題 就是他們被沒有很好的家 或者他們的領先所有問題啊 老闆啊 北八零啊 他們都會問這些 真的很敏感的事 就是在工作職場上 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是的 嗯哼 這些問題也常常會遇到 不過還有比較比較light的 就是怎麼變漂亮 哈哈 這也是一個生活上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怎麼都有就對了 然後也有很多從菲律賓來的 就會問我 來台灣很好嗎 哪裡玩呢 或者來這邊工作好不好 其實很豐富的一個問題 生活面的 然後文化的都有這樣子 對 那像這樣子 我想因為很多問題也不見得 你每一個都有辦法回答 所以你一定要參考很多的資料 是的 那你都是比如說像遇到 我們比如說在台灣的這個外籍的 我們說外籍的移工 遇到 剛剛講說比如說職場上遇到霸凌 也好或者是工作上遇到雇主的不當的對待 甚至 同事之間的糾紛 我們 你都從哪裡去找到一些資料 可以讓他們可以知道說去怎麼解決 這個是好問題 因為我從從開始2007年來以後 我是不是一定會辦基流證 然後每一個地方我去的話 有政府的關係的話 我一定會找菲律賓或者英文辦一些DM 然後DM上面呢 就是會寫一些可以幫助我們外國人在這裡 所以我真的都有資料 然後我馬上分享在我的平台 就是肥帶基因的這個平台 所以我就有一點點影響 然後我又會有遇到什麼困難 我也會當然會問我先生 覺得我打電話到哪裡去 可是我自己會想 如果有問題我要打電話哪裡呢 所以第一個就是檢查110 你基本的電話你一定要知道 然後如果你被假暴113 然後目前就是我們有新的2019年就開始1955 1955 然後還沒有1955我有一個好朋友1999 1999 因為我打電話給他哪裡可以 然後他們真的很喜樂的方向給我這個電話 應該你可以打電話問看看 所以我也不會隨便講我的意見 我真的會比較專業方式幫他們解決問題 提供大家你有哪一些資源可以去尋求協助 我的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是YG 我真的會讓他們打電話到113 如果他們會被假暴 因為那個是24小時 所以他們的問題就是因為沒有人可以幫他們翻譯 他們也不知道有什麼資源可以去找 所以後來好像113也跟菲律賓一些有partner過了 合作 所以他們真的不要怕他們可以打電話 那個113真的很有很有用的 然後你是YLO的話 我剛剛說的1955 因為1955呢不是只有打電話 在LINE APP LINE APP 他們也有 他們也可以回你 現在幾個LINE都有 然後還可以菲律賓的語言回答他們 然後其他呢就是 我是真的會網路上 你要學習就是自動商 我需要什麼幫忙 因為台灣的服務很多都是有網站 你就是Google 我需要比如說台中的幫助我 台灣 台中 Legal Assistance 他們就可以出來了 真的 我也是這樣 因為 不可能 這些天花 天花都知道嗎 所以你要繼續要Google 哪一個可以幫助你 你就Google到我Legal Assistance 比如說 單水你就打 單水Legal Assistance in Taiwan 記得要學 in Taiwan 所以就出來了 所以提供這些 法律上的這個 諮詢服務啊 我想這個可能 當然如果 台灣在翻譯工作上面 如果做得更好一點 就會有越來越多的 我想不管是移民或移工的朋友 就會了解 而且其實是真的不分國家 對 如果真的我可以說這個意見的話 我真的希望台灣真的也會 Hire很多菲律賓在他們的 Agency or work especially在政府 government的工作 有菲律賓的可以幫忙 接電話 或者可以幫忙翻譯 因為真的很需要 對 其實這個我們叫通 比如說以法律上 台灣的法院就有所謂通譯 就是翻譯人員 interpreter 那可能就是法院當然會有通譯 那其實在各個部門裡面 也許有相關的 我不確定是不是應該會 都要設置通譯的人才 但是我們確實很需要 在台灣走向這麼國際化的 這個現代 我們應該是 尤其台灣有越來越多的 這個來自外國的朋友 那以目前台灣的這個新移民來講 確實包含越南印尼 還有菲律賓的朋友 是佔最大眾的 那應該至少這些語言 確實應該都要有 而且很有趣 就是他們有菲律賓的反譯人 還可以幫忙翻譯英文 也是齁 這個菲律賓算是方語國家 對對 官方語言還有英語也是可以 非常好的 這個也是台灣政府 真的應該要好好來考慮 我覺得 對 那其實 你在做這個非台之音 那我們知道說 非台之音 竟然會面對各式各樣的問題 你都要去做 我想現在也累積了不少的聲量 其實不只是對於台灣的部分 甚至你對於在台灣工作的菲律賓 其實我覺得非台之音有一個很大的 我注意到你們好像也會針對菲律賓國內發生的問題 會發出一些聲音 也很關心菲律賓國內正在發生的政治 對 真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像我呢 我真的是 我有上過一個節目 那個是世界這樣說 跟一個很有名的主持人 他叫Paul Lee 那個的內容呢 就是讓我介紹一下菲律賓的總統 到底是不是一個好還是不好的總統 對 這菲律賓總統真的很多爭議 我知道 不過我用不是不公平的角度 介紹給我們的來賓們 可是後來如果你會看那個節目 一開始很多學生們真的不同意那個總統 菲律賓總統 可是後來結束就覺得他是一個很聰明 然後很愛國家 那個就是我們大家看到的 而且為什麼我們很關心我們菲律賓的國家 因為我們也很想跟台灣一樣 台灣看在那個地圖上面很少 可是來這邊這麼大 是不是菲律賓這麼大的一個國家 可能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如果我們要努力的話 就是要改變我們的商法 改變我們的就是我們的政府的 就是要服務更多的話 真的是一定會一定會說到的 因為台灣覺得菲律賓國家很窮嘛 可是現在其實菲律賓越來越進步了 因為菲律賓也有想改變我們自己的商口 因為我們知道說整個在東南亞的發展來講 菲律賓其實在過去有非常輝煌的年代 對其實在過去啊 聽眾朋友大家不要覺得說不可能 過去台灣是比菲律賓還要落後 如果以經濟發展的狀況來看 台灣曾經非常多 菲律賓是非常 以在整個東南亞來講 是非常先進的國家 那當然我覺得跟國內的政治民主發展 會有點關係 那所以後來當然菲律賓有一些 變得以一些狀況不一樣 我可以分享我的經驗 因為我常常有這樣的 就是剛剛你分享以前台灣那樣 因為可能我每次出去 我都感覺 可能感覺我很專業 可能啊 所以在Taxi裡面呢 就是每一個Taxi driver會說 你是哪裡來 然後我會說菲律賓 啊菲律賓英文很厲害啊 然後後來就說 其實以前菲律賓真的比台灣真的更有錢 很多台灣朋友們以前去菲律賓當榜 可是現在放過了 因為就是政府沒有做好 然後我就說應該你說的對 可是現在我們在努力 就是菲律賓自己努力 因為其實政府沒有辦法嘛 人也要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也努力的改變 對所以這個菲律賓的朋友 他們即使在台灣工作 也鼓勵他們去持續 關心他們菲律賓國內的狀況 所以透過這個菲律賓 其實也會有很多菲律賓的朋友去了解說 我們怎麼持續的回來 關心我們自己的菲律賓 對然後就是我的 我每一年半的就是要撿一些衣服啊 然後學校的東西啊 那個也是一種方式 就是我們菲律賓朋友在台灣 可以就是幫忙我們菲律賓的國家 因為那個會放在真的很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是可以用一些很多筆啊 拉筆啊 筆啊 筆記本啊 因為他們在山上 所以他們一定要先選擇吃 不是選擇買東西 而且你要去要買的東西真的會 時間會花很多 對 所以這個不是很窮 我後來發現 我在菲律賓的時候我以為真的很窮 可是發現真的是很不方便 在台灣因為我們很方便 所以怎麼都可以可以做 是啊 所以這個資源上的一些可能會有一些落差啦 我們這個一些落差的關係 所以其實資源如果分配的越好 那個當然整個國家會越來越進步 對 所以現在我們有很多很多路了 很多橋啊 所以已經開始都在就是做一些business的關係 大家比較方便可以去工作 可以當老闆 對基礎建設也改變了 有改善 真的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那下一段節目再馬上回來 你有時間可以看那個世界怎樣說 世界這樣說 這個是電視嗎 對對對 那個已經結束了 我也上了第二個跟他 他也訪問到我的兒子 外國人在台灣 很有趣 你可以找找看我的hellofiltime hellofiltime在YouTube 你可以看到我的很多的就是上的節目 很有趣 都是有文化的關係 在YouTube上面 在YouTube上面 好啊好啊 等一下來聊一下你的身份也非常多元 對 要做好多事情 你的時間怎麼有辦法管理這麼多事情 來分享給大家 好啊好啊我也可以 我很願意 嗯你的時間真的好厲害 要做那麼多事情 那怎麼把事情做得這麼好 很不容易 你結婚了你也結婚了嗎 我還沒結婚 還沒結婚 那你就可以那麼忙 對 我就覺得說 你如果有結婚 然後有成小孩 然後還有做這麼多事情 怎麼有辦法 我好佩服 真的很佩服 一定會很好奇 欸你怎麼怎麼弄的啊 對啊 怎麼有辦法忙這麼多事情 好等一下來問一下 OK 等一下 我很喜歡台中欸 台中 欸你是住在台北是不是 對 淡水 淡水 對 有海 對 你說去年怎麼樣 去年去台中玩 喔 OK 常常去台中了 可是去年特別去 然後吃那個 很好吃的那個 什麼講 冰淇淋 啊 公園眼科嗎 怎麼講呢 那個 那個是在決定站附近的一個 車站附近嗎 日本 公園眼科 啊公園眼科 有時候我會不會去的 對 很日本的 對不對 冰淇淋 對 太好吃了 那個很有名 對啊 在火車站附近 對 對 我其實我以前在台北工作 我都後來才搬回來台中 台中很好欸 對 因為我 我的爸爸媽媽都住這邊嘛 所以我後來搬回來 所以住 我又去台中也做活動喔 真的喔 Fuck Up Nights 還有 那個也在電視被播到 喔 OK 他在介紹東南亞的 business 的 information 我有朋友在那裡 他也住在台中 就是他 他邀請我去 然後就演講 Fuck Up Nights 也是夜晚 怎麼說 Fuck Up 他叫Fuck Up Nights 在台中 嗯 你可以 research about it Fuck Up Nights 在台中 OK 好喔 那個很有趣的 一個晚上 你就跟大家喝酒 然後聽演講的人 他們怎麼失敗 喔 好有趣喔 喔很有趣 真的 然後你都可以 Its are 可是我 我是在台中 我沒有喝來 因為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去 所以我就演講完 然後好了 我們結束就回家了 喔 不過很近啊 台北台中坐高鐵快 一個小時就到了 那時候我是住 因為 你住在台中 next day 我還要演講 就是演講 那時候跟我一起演講的呢 是從馬來西亞的老闆來的喔 喔馬來西亞 真的 從馬來西亞 嗯 好 那 希望說有機會你再來台中 喔 我也想 我是常上台北 反正我以前工作都在台中 對 我以前也在 在台北 我那個 我也在 也在電視台啊 喔 在哪裡 Fomosa TV 喔 民視 對 Fomosa TV 我以前在那裡工作 但是我是在他們的 News Department 酷喔 對對對 做做新聞 我真的 所以這邊真的 有人會問我 請你到底你是那個 我也不喜歡 因為我也 有菲律賓的媒體CNN 來這邊 要訪問我 嗯 然後播到菲律賓的 他們的節目 是 所以他們 他們覺得 我可能順番就可以 叫藝人 可是我說 我不算藝人 因為藝人是Celebrity 所以我也不是 應該可以說我是Public Person 嗯 可是在 可是在 在網路有Public Person Public Person 可是在電視沒有這個講法 所以他們就說好 Influencer好了 因為他們也不想叫我host 因為我也不是真的 所以host而已 然後 還有很有趣 嗯 有演戲啊 我也有那個 電影啊 真的有演戲 對啊 真的喔 我有五個電影了 真的嗎 也有演電影喔 台灣的電影 還是菲律賓電影 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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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喔 也有一個菲律賓電影 那個是 Kameo Kameo Roll 嗯哼 台灣電影也有演過 好厲害 還好 真的很厲害 我五歲就開始演戲了 就是舞台 真正舞台的演戲 舞台的經驗 因為這個experience很好 那時候就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就是因為那樣 我很小就有自己的錢了 賺錢到我 我大學 大學我 我一個演戲就有幾百塊 那個算很大很大的角落 嗯哼哼 對 嗯 然後會去不一樣不一樣的區 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演戲 嗯 很有趣了 對 好那我們來錄第三段 好 OK OK 等一下 好 歡迎大家報道理的爆爆 FN99.1大千電台 報道信哥說 我是總理 這禮拜我們報道信哥為大家連線專訪 這個我們專訪到飛台之音的創辦人 黃奇妮來到我們節目裡面 跟大家聊聊他在台灣的故事 其實奇妮剛剛也提到說 他創辦這個飛台之音 我們可以感受到 飛台之音是滿像做一個溝通平台 然後協助了很多人去 在這個平台上面解決他生活上 遇到了可能的問題 那這可能問題當然剛剛也講很多 甚至包含這個生活當中 個人的婚姻啊 婚姻也要諮詢 工作也要諮詢 等等 那他們也關心到 菲律賓自己國內的 這些政治社會經濟的狀況這樣 不過我其實現在也蠻好奇的 請你其實不只是做這個飛台之音 你還要做 你現在還包含做很多 包含你在電視上面有錄出 還有擔任這個 你剛剛講 最初一開始來講 還有當作英文老師 然後要主持 擔任這個 比如說你要主持這個飛台之音 主持人 然後甚至你還有做美容顧問 很多種的工作事業 然後你還是一個全職的媽媽這樣子 你怎麼有辦法做這麼多事情 你的時間怎麼安排 這個真的是我很想分享給大家 還有很多媽媽們 其實 你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拍你的時間 就是對你的最重要的事情 像我 我的最重要就是我的家人 對 所以我真的一到五 禮拜一到禮拜五 真的是不會接受 就是不會有活動 因為我要真正的 好好的照顧我的家人 我的小孩子們 然後如果真的是願意的話 他們來我這裡 他們來淡水 我也很感謝台灣的很多朋友們 要跟我兒子 因為他們也很願意來淡水 為了可以訪問我啊 可以錄音啊 很多很多 就是都在淡水 所以我還是可以保護我的小孩子們的安全 還有我自己 然後 所以 我的家人第一 第二就是我的活動 所以很多活動就是在禮拜六 或者禮拜天 因為 那時候我先生也剛好大 也熟悉 禮拜六禮拜天 是 所以他們就是跟我一起來 那我 我喜歡這樣 我也覺得很多 媽媽 爸爸他們覺得我有事 你們不要跟我一起來 可是我覺得這個一個好經驗 讓你的小孩子們認識你 在不一樣的畫面 原來我的媽媽 我的爸爸可以做這個動作 這個工作 這個角色 所以他們都很習慣了 哎 我主持不是只有我自己的podcast 我也主持活動 真正的活動 所以我有 所以 從北部到南部都來了 去年我又 我又主持在高雄的 專業比賽 跳舞比賽 然後他們也會看到很多菲律賓人在那裡 所以 一個好機會 你要帶來你的小孩 是 看見世界 然後那個以後 一定會有他們的好地方 所以 我的時間呢 其實大部分在我的家人 那個是真的拍第一 然後 當然 有什麼活動 會跟我聯絡 我一定會背後我的時間 那不可以 我也不會 我不會覺得 一定要活動 因為家人是第一的 所以我也很感謝了很多台灣朋友們 他們很願意背後我的時間 還有我可以的地方 嗯 對 不過家人支持也很重要 yeah yes 所以 他們 support me 因為 我很尊重我的先生 是 所以 有什麼活動啊 不是只有我要跟他們聊 一起聊 一起聊 我一定會 對啊 我會說 這個是我的先生 然後他會介紹給你 所以他 他有整理一個PDF檔 PDF檔上面有寫我 這14年我做的大活動 因為小活動我也做很多 所以他說不要寫了 因為太多了 所以 他就有寫大活動 然後這樣比較容易 可以給誰的朋友 台灣朋友們跟我合作 他們就會很清楚的看到 欸 我做了什麼 然後有沒有 背後他們要的那個合作 對 嗯 這個 因為其實像你發展了這麼多 而且我覺得 在工作上其實幫助到非常多人 那 會不會有很多的菲律賓朋友 對你有期待 你覺得 欸 你這個算是在台灣的這個 application 菲律賓的這個代表 那 也期待說你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會不會 其實我 我看說到 第一次的 不是第一次 嗯 就是菲律賓的熱情了 就是很喜歡跟你拍照 然後 很喜歡 那個很喜歡看到你 這樣很喜歡 就是 因為我他們會參加那個活動啊 因為想看到我 這樣是 我覺得 那個一種鼓勵 不過 沒有他們這樣的畫面 我還是繼續做 我想幫忙菲律賓 因為那個就是 我想做的事 真的是 把 台灣 對菲律賓的影響改變 那個真的是我想做的 的 我想 focus 嗯哼 嗯哼 不過這個像台灣 嗯 因為 因為你是 你說你是念 social science 我來 談一點比較 political 的問題 是 這個 像台灣跟菲律賓之間的關係啊 你覺得說 未來有沒有可能 我們可以 有什麼方法 可以更密切一點 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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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intense 哦 OK 那是一個好問題 其實我覺得 以前 以前 就是 應該可以說 2016前 嗯 2016之前 我感覺到 因為 2007我來這邊了嘛 真的感覺到 一半的那個 時間 2016年前 我感覺到 菲律賓跟台灣的關係 不做耶 真的 嗯 真的很好 嗯 因為 以前 有什麼問題 就是 我們這邊的政府 可以 好好的做 助力 可以好好的 就是 幫忙我們的外老的朋友們 對 可是 後來呢 其實 我比如說 現在 新冠肺炎的問題 我可以談嗎 這個真的 可以啊 很敏感的是 我 我 現在 到現在 其實如果 大家會看我的 影片的話 嗯 在我的網站 飛太基因 我有播了 應該 三個還是四個新聞 追 追到我們的 菲律賓 移工在台灣 嗯 因為他們真的感受到 不公平的一個 世界 待遇嘛 嗯 然後 比如說他們不能出去 或者他們的 呃 隔離的房間 很不好 這樣 然後 我呢 我有認識到我們的菲律賓 很多 然後 他們 只能 提供我們這邊的代表 可是他們還是不好做一個動作 所以一直掌 可是只有到掌沒有完整的動作 菲律賓在這邊的代表 各位聽說沒有 是我們叫做 MACO 對 馬尼拉的經濟文化辦事處 嗯 算是 菲律賓在台灣的 比較官方的代表 對 MACO的人 比較沒有辦法 跟台灣政府 多 有一點的 這個 對 有一點破功 我記得 新冠肺炎開始 就有說 菲律賓要 關門 就是不要讓台灣人加入 然後我們這裡已經不舒服了 他們在 動 動 就是在做 做一個 溝通 所以我覺得 現在主力方式 美國跟台灣真的有一點 很 很沒有那麼 那麼好 所以以前感覺 沒有那麼亂 現在就亂很多 就是 亂的意思是 只有講新聞已經有講 可是還沒好 或者他們說他們有做 可是沒有 沒有拿到那個幫助 OK 所以這個 當然對 我覺得對於移工的照顧 尤其其實 當然台灣在 這一波的武漢肺炎裡面 其實也當然也提供了非常多 防疫的資訊 給我們在台灣 不管是菲律賓 還是其他國家的這些 移工朋友 或外籍朋友 都有 但是可能 包含 我想剛剛這個 請你提到 應該是 比如說我們之前 在 因為菲律賓的朋友 沒有其實在台灣 很多製造業 高科技產業 都是靠菲律賓的移工朋友 可是 有一部分 這隔離政策 確實也包含 在台灣的一些 NGO團體 人權組織 也都有針對 像對於 這個移工朋友的一些 限制 這個限制要限制到 什麼程度 其實是有討論空間的 對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確實是 我們可以好好 然後尤其台灣的公部門 我們應該好好 來深自 來想一下說 我覺得 從檢討也好 或者是說 當然是從 去思考說 我們用怎麼樣 更人性的方式 然後同時也兼顧到防疫 去瞭解 大家的需求 而不是好像把 把所有的人 都當作 一個現役犯 來對待 我覺得我的建議的話 真的是 因為我們都很需要 台灣需要 菲律賓也很需要 對 那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完整的 把我們的關係很好的話 我們這邊政府 也可以去菲律賓 然後跟政府真的 好好做那個合約 合約的事情 要contract 第一個就是領薪稅 對 然後 比如說 在工廠 也問題沒有那麼多 在家裡比較多 因為在家裡 他們沒有自己的房間 有時候 他們沒有自己的吃飯 飯吃 就是那個宿舍環境等等 是的 都要擺餐 然後在這裡 這裡的菲律賓代表 他們沒有辦法動那個事情 因為他們只能代表 其實他們只有 只有理由可以動 其他都沒有 所以這個問題 真的他們要 一定要回去菲律賓 好好的說好這個 合約到底是什麼 助理 這樣菲律賓來這裡 就少問題了 因為在合約上面 對 對 而且你剛剛也提到 像包含這個 生活的環境條件 這些 因為其實如果 防疫那麼重要 其實你的生活環境 就應該更好 對 真的 對 那如果要 讓這個防疫真的可以 可以阻絕那個 那個 COVID-19的病毒 那確實你就是要 照顧好他的生活環境 我覺得這就是最好的 防疫政策 那其實我們看到說 真的請你 你關心的是 非常面向更廣的 包含了這個 從整個世界 從政治面 社會面 一直到了很多個人的層面 那個我覺得真的是 這個關懷的層面 擴大了非常多 深度也非常的深 深度廣度都兼具的 那我覺得像請你這樣的一個故事 我真的覺得說 台灣人 我們真的要 從不同的人身上去學習 不同的文化還有不同的經驗 這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也謝謝請你今天分享 那麼多你的寶貴經驗 給我們天眾朋友 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先在這邊 要讓節目告一段落 非常謝謝請你今天 波控接受我們這個連線的專訪 讓我們知道說你的故事 謝謝請你 我也更謝謝你們 還有Cassie and you 主持人 鍾麗 讓我有一個機會分享 我這邊想分享給大家的 是 謝謝 掰掰 掰掰